诗篇 第135篇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耶和华本为善 要歌颂他的名 因为这是美好的 耶和华拣选雅各归自己 拣选以色列特做自己的子民 原来我知道耶和华为大 也知道我们的主超乎万神之上 耶和华在天上 在地下 在海中 在一切的深处 都随自己的意志而行 他使云户从地极上腾 灶殿随雨而闪 从府库中带出风来 他将埃及投生的 连人待生处都击杀了 埃及啊 他实行神机骑士 在你当中 在法老和他一切臣仆身上 他既杀许多的民 又杀戮大能的王 就是亚摩利王西红 和巴山王鄂 并迦南一切的国王 将他们的地赏赐他的百姓 以色列为业 耶和华 你的民存到永远 耶和华 你可纪念的名存到万代 耶和华要为他的百姓深渊 为他的仆人后悔 外邦的偶像是金的 银的 是人手所造的 有口却不能言 有眼却不能看 有耳却不能听 口中也没有气息 造他的要和他一样 凡靠他的也要如此 以色列家 你们要称颂耶和华 亚伦家 你们要称颂耶和华 利未家 你们要称颂耶和华 你们敬畏耶和华的 要称颂耶和华 住在耶路撒冷的 耶和华该从西安受称颂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第一百三十六篇 你们要称谢耶和华 因他本为善 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你们要称谢万神之神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你们要称谢万主之主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称谢那独行大骑士的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称谢那用智慧造天的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称谢那铺地在水椅上的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称谢那造成大光的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他造日头管白昼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他造月亮星宿管黑夜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称谢那吉沙埃及人之长子的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他领以色列人从他们中间出来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他施展大能的手 他施展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绑臂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称谢那分裂红海的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他领以色列从其中经过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却把法老和他的军兵 推翻在红海里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称谢那引导自己的民 行走旷野的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称谢那吉沙大君王的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他杀戮有名的君王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就是杀戮亚摩利王西红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又杀巴山王厄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他将他们的地赐他的百姓为业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就是赐他的仆人以色列为业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他顾念我们在卑微的地步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他就把我们脱离敌人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他赐粮食给凡有血气的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你们要称谢天上的神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第137篇 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 一追向西安就哭了 我们把琴挂在那里的柳树上 因为在那里 努掠我们的要我们唱歌 抢夺我们的要我们作乐 说 给我们唱一首西安歌吧 我们怎能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呢 耶路撒冷啊 我若忘记你 请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 我若不记念你 若不看耶路撒冷过于我所最喜乐的 请愿我的舌头贴于上唐 耶路撒冷遭难的日子 易东人说 拆毁 拆毁 直拆到根基 耶和华啊 求你纪念这仇 将要被灭的巴比伦城啊 保护你 向你带我们的 那人便为有福 拿你的婴孩摔在磐石上的 那人便为有福 第138篇 大卫的诗 我要一心称谢你 在诸神面前歌颂你 我要向你的圣殿下拜 为你的慈爱和诚实 称赞你的名 因你使你的话显为大 过于你所应许的 我呼求的日子你就应允我 鼓励我 使我心里有能力 耶和华呀 地上的君王都要称谢你 因他们听见了你口中的言语 他们要歌颂耶和华的作为 因耶和华大有荣耀 耶和华虽高 仍看顾低违的人 他却从远处看出骄傲的人 我虽行在患难中 你必将我救活 我的仇敌发怒 你必伸手抵挡他们 你的右手也必救我 耶和华必成全关乎我的事 耶和华呀 你的慈爱永远长存 求你不要离弃 你手所造的 第一百三十九篇 大卫的诗教与灵长 耶和华呀 你已经检查我 认识我 我坐下 我起来 你都晓得 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 我行路 我躺卧 你都细查 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 耶和华呀 我舌头上的话 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 你在我前后 环绕我 按手在我身上 这样的知识奇妙 是我不能测的 至高 是我不能急的 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 我往哪里逃 躲避你的面 我若升到天上 你在那里 我若在阴间下榻 你也在那里 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 飞到海极居住 就是在那里 你的手 必引导我 你的右手 也必扶持我 我若说 黑暗 必定遮蔽我 我周围的亮光 必成为黑夜 黑暗也不能遮蔽我 使你不见 黑夜 却如白昼发亮 黑暗和光明 在你看 都是一样 我的肺腑 是你所造的 我在母腹中 你已覆辟我 我要称谢你 因我受造奇妙可畏 你的作为奇妙 这是我心深知道的 我在暗中受造 在地的深处被联络 那时 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 我未成形的体质 你的眼早已看见了 你所定的日子 我尚未度一日 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 神啊 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 其数何等众多 我若数点 比海沙更多 我睡醒的时候 仍和你同在 神啊 你必要杀戮恶人 所以你们好留人血的 离开我去吧 因为他们说恶言顶撞你 你的仇敌 也忘称你的名 以和华呀 恨恶你的 我岂不恨恶他们吗 攻击你的 我岂不增贤他们吗 我切切地恨恶他们 以他们为仇敌 神啊 求你检查我 知道我的心思 试炼我 知道我的意念 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 引导我 走永生的道路 第140篇 大卫的诗 教语灵掌 耶和华呀 求你拯救我脱离凶恶的人 保护我脱离强暴的人 他们心中图谋奸恶 常常聚集要征战 他们是舌头 尖利如蛇 嘴里有毁舌的东西 耶和华呀 求你拯救我脱离恶人的手 保护我脱离强暴的人 他们图谋推我跌倒 骄傲人为我暗设网络和绳索 他们在路旁扑下网 射下圈套 我曾对耶和华说 你是我的神 耶和华呀 求你留心听我恳求的声音 祝耶和华 我救恩的力量啊 在征战的日子 你遮蔽了我的头 耶和华呀 求你不要碎恶人的心愿 不要成就他们的计谋 恐怕他们自高 至于那些昂首围困我的人 愿他们嘴唇的奸恶陷害自己 愿火炭落在他们身上 愿他们被丢在火中 抛在深坑里 不能再起来 说恶言的人在地上 必坚立不住 祸患必掠取强暴的人 将他打倒 我知道耶和华 必为困苦人申冤 必为穷罚人便去 义人必要称赞你的名 正直人必住在你面前 第141篇 大卫的诗 耶和华呀 我曾求告你 求你快快领到我这里 我求告你的时候 愿你留心听我的声音 愿我的祷告如香陈列在你面前 愿我举手祈求 如现顽祭 耶和华呀 求你禁止我的口 把守我的嘴 求你不叫我的心偏向邪恶 以致我和作念的人 同行恶事 也不叫我吃他们的美食 任凭一人击打我 这算为仁慈 任凭他责备我 这算为头上的膏油 我的头 不要多闪 正在他们行恶的时候 我仁要祈祷 他们的审判官被扔在眼下 众人要听我的话 因为这话甘甜 我们的骨头散在木旁 好像人耕田 袍地的土块 主耶和华呀 我的眼目仰望你 我投靠你 求你不要将我撇得 孤苦 求你保护我 脱离恶人 为我设的网罗 和作孽之人的圈套 愿恶人落在自己的网里 我却得以逃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